牛頓 你是誰做的玩具仔 那幾個小孩子 找邊上邊捨不得離開 你做一小小的玩具磨盤 跟真相真的磨盤一模一樣 震風吹來 照樣能夠旋轉 蜜粒倒進去之後 照樣能夠磨出臉來 只是沒風的時候就沒辦法了 怎麼能讓他在沒風的時候 就能轉動自餘了 這個磨盤的發明人 一個受弱而聰明的少年來了 只見他把蜂磨的葉片拆下來 裝成一隻龍感的大鱗 又在大鱗裡面 關進了一隻白老鼠 白老鼠好奇地走幾圈 飛快地踩著龍子 少年即時把蜜粒倒進磨盤 黃燦燦的麵粉就這樣磨出來了 少年的雙眼放出喜遇的光彩 周圍的小伙伴們一片歡呼 這個少年叫艾薩牛頓 他的特點就是大別會動腦 曾經做過日軌等很多小玩意 日軌就是按照日照 策定時刻的儀器 因為上學學費貴 他就不再上學了 寫了一名木桶 但他經常邊放牧邊看書 以至於搞到養食了裝甲都不知道 他的母親就很生氣 震上學校校長卻心為感動 從經濟上幫助牛頓 這樣牛頓得以再次進入校門 並且漸漸顯露出自己的才華 成了學校的優秀學生 而且對很多科學問題 都有濃厚的興趣 1661年 經學校推展 牛頓進入著名的劍橋大學三一學院 在大學中 他如機似學地讀了很多大科學家的名著 引起了校長的注意 你是校長本人 是一位著名的數學家 他無私地把自己多年的數學心得 教給了牛頓 並讓他擔任自己的科研助手 你一齊為牛頓將來 在科學上的成功 打了堅實的基礎 在校期間 牛頓就開始記錄名為流水帳的學習記錄 隨時記下一些思考時的心得 這些智慧的種子 後來就掌成了參天的科學大樹 春天來了 劍橋大學附近的街市 星期日有熱鬧的雜市 牛頓和同學 逆來雜市框框 他走過一個賣玩具和飾物的攤位的時候 有一個三菱鏡就吸引了他 牛頓就買下三菱鏡 回到學校就進了實驗室 牛頓早就注入了彩虹這一自然的現象 但虹的本質是什麼呢 他要搞個水落石出 他佈置了一間暗室 只要一出陽光進入室裡面 陽光在牆上投射出一片白光 牛頓在投射進來的光束中 放上那個三菱鏡 十那間而已 牆上出現了一段人造彩虹 原先白光的位置上 現在分佈著一條彩色的光帶 以稱為紅橙黃綠藍定紫七種色彩 牛頓讚嘆著彩光的亮麗 他把三菱鏡拿走 彩光又變成了白光 這個現象女士不爽 但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了找到原因 牛頓又買了一個三菱鏡進行實現 這就是著名的光的折射實驗 牛頓通過這一個實驗 不僅發現了光的折射規律 而且發現了太陽的光譜 他提出了光的顏色學說 後來 最後提出了光的微粒學選 還由此發明了世界上第一架反射望遠鏡 可以清楚地看到木星及其衛星 但是這些光學發明 與牛頓在歷學上的成就相比 只能夠算是小無見大無 牛頓將他在流水帳中的思考筆記整理出來 提出了著名的歷學三大定律 為運動、力、時間、空間等下了定義 他建立了經典力學體系 在計算物體運動的時候 他發明了微積這個極為重要的數學工具 為變量數學做了巨大的貢獻 一個春天的下午 牛頓在一棵蘋果樹下思考引力的問題 突然之間吸引了他的注意 原來在一隻蘋果跌在地上 蘋果落地? 這個千八年來人們熟視無睹的現象 對一個善於思考的人 他是一個發明的契機 牛頓就想 蘋果為何不往天上飛 而往地下跌呢? 為何不會向前或向後走 也不向左右跑呢? 他馬上想到 一定有某種的力 在吸引著蘋果 而且這種力量和質量有關 但是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力? 順著這條思路走下去 從蘋果想到月球 從地球想到太陽 他終於發現了萬有引力 牛頓能有這麼多的發現 當然 與他保持經常思考的習慣有關 但有時因為過意投入 而會鬧出笑話 有一次 他請朋友吃飯 對要開始 他突然想起 自己樓上邊還藏了一支好酒 於是請朋友等下 他自己上樓去拿走 誰知牛頓 走過實驗室門口的時候 突然想起了一個新的實驗方法 於是 馬上推開實驗室的門 一頭就淚進去 做了實驗 而他那位可憐的朋友 他還在樓下 眼巴巴地等待著美酒 好 那位先生 面對著整桌的佳牛 忍機捱我 吞著口水 後來 實在餓得不行了 他只得上樓去找牛頓 發現牛頓正做得很生氣 哎呀 我以為你上來拿走 原來你向他讓走 好啊 朋友說到了 牛頓先 如夢初醒 連聲向朋友道歉 正因為牛頓 有這種專注投入的精神 他才有可能成為一名 結出的大科學家 1686年4月28日 牛頓關於理學的系統理論著作 自然之學的數學原理寫完 當天晚上 倫敦皇家學會的會議廳內 就入住很多英國一流的科學家 主持會議的皇家學會負責人 宣讀這本書的幾個選段 與會者聽了都感到深受啟迪 儘管牛頓本人沒有再搶 但自然之學的數學原理 蟬述的理論 為人類的力學研究 跌裂了基礎 成為世界科學史上的經典著作